電影公司連續兩天都在廣州市區上空舉行 史無前例的電影空中首映禮 這個首映禮除了使用飛艇之外 還有第一支使用了一種叫做 重力散的新型飛行器 令人大開眼界 消息團報道 珍珠港要到8號才有得看 不過為珍珠港做宣傳的空中首映禮就已經開場 一部充滿害器由地面遙控的空中飛艇 今天一早就出現在天河體育中心的上空 這是什麼? 這是飛艇 飛艇見過嗎? 見過 在哪裡見過? 見紙張 現在看到一個真的嗎? 是 趁著飛艇要降落加油 很多市民都圍上去看究竟 尤其是好奇的小朋友 其實這部飛艇只是小兒科 主辦單位為了體現珍珠港的空戰概念 還特意安排了四架掛著珍珠港標語的動力散 在廣州市的上空飛行 他們以二沙島的雲城公園綠草坪作為臨時的升降基地 向市民展現珍珠港的動力散風采 其實今次的電影空中首映禮 不單止和我們帶來一部全新的電影珍珠港 亦都有機會令到我們認識一種全新的飛行器 這種飛行器進入市場只有十多年的時間 在中國也只有三年 中國目前有幾十部 但是由於它有安全性的設計是比較好 所以令到我們這些普通人 亦都可以經過簡單的短時間訓練 就已經能夠自由地駕駛 實現飛行的夢想了 這種飛行器它本身有一個很強大的升力散 首先我們背後看到的 這個是一個50平方米的升力散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降落散 但是它是升力散 因為它跟飛機的機翼一樣的流線型 可以在運動的狀態當中產生升力 帶起這樣的機架 和上面坐的兩個人 以及一些器材 大概有效載重能力220多公斤 隨著廣州第一次出現的動力散 我們飛上了天空 體驗珍珠港港術的空戰概念 當然生活在幸福的和平年代 我們感受到的不可能是電影中 那種激戰的驚心動拍 取而代之的是鏡頭中拍攝到的 經過一次次建設變身之後的廣州美景 飛機沿著人流密集的中山路一路飛行 希望能夠吸引到市民的注意 除了空中的手影禮 珍珠港今次還會發行一套 有收藏價值的上網卡 以求珍珠港的熱力能夠輻射到其他行業 廣州電視記者 詩雄圖報道 先入食塵廣告回來 先入食塵廣告回來 先入食塵廣告回來